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由房东进行管理 当时房东给中介的房屋委托公证书上并没有注明可以代为出租这项 所以导致这套房子的租赁备案证办不下来 租客也就无法办理居住证了 由于着急给孩子办居住证 王先生自己又找了一套房子 现在居住证已经通过新租的房子办出来了 对于之前租的那套房子 王先生愿意承担20多天房租 希望退还剩余房租 押金和中介费等费用 找到当时租房的豪市华邦登云路店 店里只有一个工作人员在 他告诉记者 当时接待王先生的业务员已经离职了 店长的电话一直处于关机状态 随后记者电话联系上了杭州豪市华邦总部租赁部的负责人 应该是要入房的这个博通 加上这个客户的质保吧 应该是这样 从中上应该要的 我跟那边的店长讲一下 那么今天下午给这个租赁复好了 好吧 这个房子是我夫妻的 没有转到我这个名字上 人家就是我夫妻的 我以前也在租资区区的 出赁有才几年来已经 其实和我以前 我根本不知道的这个事情 房东张先生说 他不知道出租房屋需要办理租赁备案证 接下来他会和中介一起跟王先生 协商退房租的事情 首先王先生租 租赁该房屋的主要目的是 为了购女儿可以有个居住证 在附近读小学 而因为房东的房屋 并没有办理房屋租赁备案 其实王先生没有办理这个居住证 导致合同的主要目的无法实现 因此王先生可以跟房东解除该租赁合同 房东应当向王先生返还 押金还有未使用的租金 以及垫付的煤气罩 旅盆等费用 在这件事情中呢 中介是存在一定的过错的 中介未尽到合理的审慎义务 也应当向王先生退还 以及致付的中介费 要不要把黄金眼记住报道 那请不吝点赞支持明镜与起soldoun